風雲驅動式 飛復舊江湖 風雲高 主持 陶傑 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回到風雲高 就這個叫紅館MIRROR 大災難 這個冰山一角 很多人都提出香港的硬件工程結構 出現很大的問題 當特區政府在此成立國安法 一會兒又說思想不安全 文化不安全 教育不安全 將你全副精力在整肅思想意識的時候 原來你不發現 整個平台和香港的平台和基礎 已經開始塌上 因為這個叫做螺絲理論 我自己發明的 就是你表面上一個機器 你拆了一顆螺絲出來 機器依然運作 你再拆多一顆 機器有沒有事 可能是震了一點 但它依然運作 如是者這個遊戲 你繼續一顆一顆螺絲的拆走 之後 有一天這個機器就會 倒下來 甚至整架機器摘死人 大陸就是這樣的 你去買樓 或者買物業 或者你就算住到一些賓館 你先留意那道門的門柄 因為這個門柄 你要知道是一個長的金屬連著它柄 一定是四顆螺絲的 上兩顆下兩顆 你會發現它不會四顆都齊 四顆是三顆 很多時候是三顆 甚至是兩顆 你三顆的時候 可以說三顆螺絲上都很緊 但是你開門照樣沒有影響 但是你兩顆螺絲的時候 最初會很緊 因為兩顆螺絲的多 會鬆鬆的 但是鬆鬆的也不要緊 都可以開門 所以你會發現 有時候很多時候在大陸那些賓館 或者什麼 你打算是客人在那裡住一晚 住一晚那個經理也知道 你是住兩三晚最多 就算我那個門 我不增加加裝多那兩顆螺絲 那客人只要你開到門逃生 或者開到門出入 到了你check out 你是不會跟我繼續 整個中國人社會 也都不會理會這些細節 於是就會造成 四顆螺絲是不會見上齊的 除非你去中內合資酒店就不同了 上海北京那些 你是後面德國人開的 或者叫法國人開的sofitel 或者美國人經營的risk 絕對沒有這樣的問題 只是中國人的工程有 所以你看到這麼多爛尾豆腐渣 一會兒沒有事沒有幹 突然間一火燭又燒死人 說到這裡臭蟲卵就有了 有些人說你笑什麼 倫敦幾年前就有一間 有一座這些公屋的大廈 是不是因為用了一隻 是異然的物料 用來做場面的那陣鋪店 結果是燒死四十幾天 中國人是喜歡在西方國家 是尋找這些失敗的例子 這個個案 是來得令他們自己覺得 那種粗疏和差不多 是合理的 就是justify 另外一個真人真事的例子 我以前有個朋友 是在中國大陸做廠的 他是負責做安全的部分 就是一個電器做出來之後 要過它才簽名 然後才可以出口 一個電器一定有火牛 那那個火牛 他們發現那些火牛 其實是不合規格的 不合規格的意思 不是它不動 火牛照樣著 接著它可以用的 但是如果有一定的環境 例如散熱不太好 又或者黏著異然物體的時候 有機會是會燒著的 那它來自外國的毒的工程 一定是覺得不合規格 但是有人告訴它 其實這部機照著 這個燒著的情況 只要它散熱良好 就是不會發生的 是不會的 通常不會 通常不會 那如果這樣不肯簽名 成批貨就上不了船 我們公司損失如何如何如何 那最後它閉上了一隻眼 唯有簽 但是它的良心很過意不去 因為在它專業來說 這個火牛是過不了規格 但是可能出到去 千千萬萬的用戶 根本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也都可能沒事 但是也都可能有事 可能有一天你看到一條新聞 就是半夜有一間屋燒著了 一家三口 壯身火海 不知道什麼原因 可能就是那個火牛 散熱不好 就點著了後面的窗簾 那這些故事 經常都有發生 你剛才說的一個關鍵詞 就是講良心 是 如果你有良心 就沒有GDP增長 這是整個大陸的共識 是吧 個個都講良心 你怎麼補到GDP增長7% 然後就5% 是吧 再加上這些差不多先生 這種所謂的文化 沒有良心好講 你說良心 你未免你這個人太西化了 你知道嗎 這個不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還有講回那件意外 可能那兩條威亞 以前都試過掛了兩條威亞 沒事的 不是一定可能是以往掛兩條威亞斷的 可能這次真是 好像剛才我講的火牛的例子 是一個意外 是因為它突然散熱不好 或者這兩條威亞突然間 金屬疲勞 那你就會出事 可能威亞 你用兩條威亞 釣一個這麼重的瓶 釣了很多次都沒事 沒事的 一定不會是第一次就有事 火牛開很多次都沒事的 當然 是吧 看看這叫做音樂椅到最後 那個音樂庭在哪個小孩子那裡 是吧 你死你死了 因為講到這裡 中國人口多 人命不值錢 這些自然到時候 很多理論 我們不要看中國的發展 要看整個趨勢 整個picture 看大局 這些芝麻綠豆的個案 你不要拿出來誇張 外國沒有嗎 美國沒有嗎 英國的足球場 三十多年前還沒倒過嗎 Hilberoff那個地方 又是整個棒倒下來 摘死百多人 英國人管治的時候很好嗎 1906年馬場大火 又燒死六百多人 不要那麼崇洋 你對著這些人 是沒有辦法溝通的 所以只能夠 是不要跟他說這些 是這麼有理性邏輯的事情 不過我們只是說事實 這個爛尾的狀況 最近輸出了去英國 因為據彭博這個報道 中資房地產商 已經很多在倫敦的房地產工程 出現爛尾 那些工人是沒有糧出 那你不要去跟英國的工人玩東西 他後面的工會 還有他那個人權的意識 是很強的 其中有一間叫廣州庫力地產 開發案已經暫時停工 在倫敦一個地區 叫做Nine Elms 在工地工作的人說 沒有向承建商發放資金 這間地產商 你知道的 很大的庫力 你一定要委託一間承建商 即是要判去下端 現在成建商是沒有資金 有一位彭博的高級分析師 Patrick王就說 中國私人開發商負債累累 出現流動資金危機 打擊事業人士及債勸持有人信心 引發金融危機蔓延 彭博又說中國房地產市場本身都不樂觀 而呢 再加上 中英關係緊張引入資金管制 加上英國脫歐後遺症 令到中國流向倫敦的資金越來越少 最初你說到黃金十年 這個習近平來到 哇 走去跟英國首相金馬倫 在酒吧喝啤酒 然後就說 哇 有七百億英鎊合同 然後晚上就住 英女黃白金漢宮 記不記得 這個大約2015年 你那時候看左部 中文傳媒 歌舞聲評 你看英國佬都靠我們接濟 沒有我們泵水 全世界都跪低 短短六七年 現在你得到一反轉豬土 是這樣的現實 所以這個就是中國人 現在在二十一世紀 他那種普遍對世界 和對於人世間很多常識原則的認知 包括藍絲 愛國 大陸 小粉紅 全部都是這樣說的 是不是 因為在他們的世界裡 正是錢和利益 是作為他們的驅動力 他們不知道什麼叫原則 或者理念 還有加上這個叫金魚記憶 再加上這個叫網絡社交媒體 那種圈槽 好像一會兒 那些蝗蟲吃完一幅田 一會兒就散了 就剩下那些田 就光脫脫了 到他吃了六七幅田的時候 他不記得了第一幅田的情形 所以這是一種 道德記憶的腦退化症 近的東西不記得 遠的東西記得 什麼八國聯軍鴉片戰爭 記得清清楚 近的那些 你這個倫敦 這個地產商那個爛尾 那你記不記得2015年 你那個國家主席來到 是簽了一個黃金十年多 那時候是講到幾威和 不記得了 或者他們假裝失憶 所以是一個這樣的魔幻 那個城市 如果你自稱叫國際經貿城市 是想西方的資金來 這些你是一廂情願的夢想 當然你可以繼續發夢 發夢是不會犯法的 還有你馬逢國說 人才流失就不要緊 中國大陸有千千萬萬 資金都流失 千千萬萬的人才 是吧 現在接下來無論是 工程師 現在最短缺 中國廢話 既然香港現在那個入口的工程師 讀書報讀工程系 又不夠質素不行 即刻引入廣州深圳大陸 即刻認證 認證 兩地認證 特區政府在這個叫廣州 有貿易辦事處 在北京和上海 即刻做 OK 中國廢話 現在香港工程師 這個學生 是數量和質量都不行 還拖什麼 還有走了 去了拿BNO 不要理你黃還是黑還是什麼 大量引入廣州 武漢 上海 哈爾濱 這些工程師進來 你做不做得到 那咯 是吧 你這樣回答嗎 利益 利之所致 你這樣回答嗎 回答不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緒之下 整個特區香港 就只會離開 離開 兩片嘴皮 是吧 跟著那個立法會 就十幾二十萬 然後發起小粉紅 吵一輪 就當做了事 就層層去欺騙他們的阿爺 這個就是現在香港 特區中國化 一個 我都不知道 是不是應該替他開心 一個很大的跡象 當然啦 不要忘記 我都代你祈禱 希望英國 是壞得更壞過你 你那個心靈會得到 更加多的威脂 好吧 好啦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那麼風雲菊 下次回來 下一集再會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一直以來對風雲菊的支持 風雲菊 在Youtube平台出發 筆問翻牆 彈球月界 少漢古今善惡 審救人情百態 逢星期二 四六晚十點 風雲菊約定全球華人 節目是完全免費播放 而我們在短短一個月間 訂閱人數升破十萬 大家的這份支持 令風雲菊的團隊打了一枝強心針 亦不枉陶健、鮑偉聰 我們兩位主持 每次長途不攝 淺利條條 都要坐在一起做節目 如果看到這裏 大家還未在Youtube Like這一集的影片的話 希望大家Like我們的影片 如果大家有能力的話 無論你在不在直播時段 大家都可以用超級感謝 超級貼圖 以及超級留言支持我們 有能力的朋友 希望大家同時加入陶傑Patreon 和霸偉聰重浸直雪的Patreon 而Patreon也會包括 有每一集風雲菊的聲音版 大家的支持 會令我們可以更加有動力 一直攜手走下去 越過死陰幽菊 一直走到陽光普照 風和日麗的一天 再一次 多謝大家的鼓勵和支持 世事多變 小漢風雲 下一集 約定風雲菊再會